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邝俊宇 今天是2023年7月27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據報繼續有內地女子的請食飯黨 據報永遠去到觀塘 厲害 究竟整個集團運作如何? 據報有個機智的港男兩招KO對方 怎樣做的呢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邊雙也講講二通行將會在西瑞和東瑞實施 也講講意味著香港三條過海隧道都行二通行 最新的安排如何?幾月幾號做呢?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觀塘APM湧現疑似內地女請食飯黨的騙徒 機智港男兩招即KO敗酒 報道機內文提到 日前有港男網民在Facebook群組上發布影片指 在觀塘街頭遇到兩名疑似內地女子 向他詢問請食飯 見到這個情況 網民就立即辨識到那兩個人應該是騙徒 於是宣稱帶他們吃好東西 不過實質是直接帶他們去警署 今天網友表示帶那兩名女子食飯的中途 他們見到走的方向都不是走去APM 就心身疑惑 後來見不對路才滄黃地逃走 而網友也立即舉機拍攝 網民表示本來拍下那兩個請食飯黨的樣子 但奈何他們逃跑得太快 拍不及 在影片中可以清晰可見兩位女子的側面 而兩位騙徒得色被拆穿過後 就急急逃走到APM商場裏面 港男不斷向他們詢問 你們去哪兒 你們兩個去哪兒 但兩名女子都毫無反應 鐵文一出就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有網友大讚港男的做法 就說事主做得好 也有人說對拍他 網友也表示有手有腳 又不是難生難世 為何要到處叫人請食飯 而且請食飯騙的錢少之由少 都不明白他們的動機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之前在大埔有一個女子 今次到官堂APM有兩個女子 基本上都好像是集團式經營 做法如一 就是叫你請他們吃飯 可能給他們幾十元也好 幾百元也好 結果有些人就留意過 這種手法可以在一天之內都賺到多少錢 這個港男就深深一計 帶兩個女子直接去警署 走到一半 那兩名女子當然知道不妥 於是立即逃走 結果成為了網上熱話之一 不過也是那句 近期的街頭騙案越來越厲害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小心 另外亦講講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三稅分流 8月2日實行 政府在8月2日會收回西稅 3稅實施633收費方案 西稅8月6日 東稅8月27日推移通行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運輸處在今天7月27日宣布 政府將會在下星期三 8月2日零時零分 接收西區海底隧道 到時三條過海隧道 即西稅、紅稅、東稅 將會實施633固定收費方案 相關方案是經由立法會 在今年6月28日通過的2023行車隧道 相關的條例所制定的 首先有關633固定收費方案的詳情是怎樣的呢 第一就是下條 私家車用西稅的固定收費到60元 同時調整紅稅和東稅收費增加到30元 第二就是過海的士的收費 三條過海隧道全日或一25元 和現行的附加費安排相同 在非過海的士站上的士的乘客 需要支付去程和回程的隧道費 即一共50元 東稅亦將不切沒有再客的士收費的類別 第三就是其他車輛種類的隧道費不變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首先西稅8月2日會收回 就行633科案 正正是剛才報道內文所指 簡單來說就是的士傳入或125 私家車要留意西稅油的價錢最新變了60元 不過行紅稅和東稅收費增加到30元 接下來8月6日會先在西稅實施 8月27日會用東稅 結果最終三條過海隧道都會用二通行 不過二通行偶爾也有脫落情況 未知的士業界近期的情況有沒有得到改善 另外亦都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有線新聞的報導 話說首爾地鐵站是發生了遲刀斬人案 據報韓國的司閘男子疑似模仿作案 他曾經搜索香港荷里活廣場凶殺案的細節 報導的難民看到南韓首爾地鐵站一死三傷斬人事件 據報疑犯曾經在網上搜索本港 荷里活廣場斬人事件的細節 話說上星期五首爾新林地鐵站附近 有一個30多歲的男子遲刀向圖人施襲 一名20多歲的男子被斬死 疑犯當場被捕 南韓的朝鮮日報報道 警方發現疑犯曾經在網上搜索本港 6月初造成兩名女子死亡的荷里活廣場斬人案的細節 以及有關精神病院的資料 當局證調查疑犯是否模仿作案 以上來自有線新聞的報導 連南韓都發生斬人案 並且竟然與香港有關 佳欣的遲刀男子向圖人施襲 有一個男人被他斬死 疑犯當場被捕 那個疑犯曾經在網上搜索過 香港6月初造成兩名女子死亡的 荷里活廣場斬人案的細節 基本上都有一種某程度上的傳染性 結果當地都是跟進當中 亦都要了解那個人 是否模仿香港這宗案 而作出他在首爾地鐵站斬人的行為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是否又串錯字呢 話說青衣自然徑 Nature 疑似是串錯字的 行山人士直戚 公務員的質素令人擔心 報導的內文提到 有報料的讀者說 日前見到 康民署津露天廣場 串錯成pizza 即薄餅的新聞 以為只是一時之悟 但他昨天早上7月26日 在青衣自然徑行山時 又發現另一個錯誤 行山徑當中有一個指示網 一個路徑的路牌 寫著Nature 說的是串錯成為Nature 即NATUER 讀者不滿批評 就說如此低級的錯誤 說發生在政府不同部門 公務員的質素 真叫人擔心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亦是網絡熱話一則 剛好有網友行山 看到有指示牌已經在用 又串錯字 而遲 因為近日曾經試過有 露天廣場的指示牌 串了做pizza 成為網絡熱話 亦有些人擔心 重造這些指示牌 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錢公帑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明天開始 長者醫療券 可以與配偶共用 衛生署只會加強抽查 嚴重違規個案 說明交給執法部門跟進 報導內文提到 大約有95萬位年滿 65歲的長者 明天7月28日開始 可以與配偶共用長者醫療券 衛生署助理署長 講的是長者健康的 韓李明 在電台節目表示 會聯絡有關長者提供身份證明 確認他們是夫婦關係 例如若過一年之內 使用者的婚姻狀況多次改動的話 處方是會跟進的 韓李明就重申 如果共用 醫療券會先用盡 其中一邊的醫療券壓過後 先會扣另一方的醫療券壓 希望雙方充分討論過後 才作出決定 如果參與計劃過後 認為不適合繼續共用醫療券 長者可以在網上下載相關文件 郵寄、傳真或電郵 給處方處理 同時也可以向醫療服務提供者 辦理相關手續 如果想共用醫療券的長者 使用醫療券時 無需預先申請連結戶口 只需要其中一方使用醫療券的時間 一同親身到任何一個 參與醫療券計劃的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執業地點 就可以登記連結雙方的醫療券戶口 登記過程中 長者無需出示配偶關係證明文件 但需要在登記戶口連結的時間 向醫療服務提供者作出配偶關係的聲明 並申明同意共用醫療券 以確保符合資格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明天開始就可以共用醫療券 不過未知多不多人參加 另一箱說明 若然有異常或人濫用的話 就會很容易轉介給執法部門跟進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尤其是有些情況可能是古靈精怪 若然被人捉到就得不償失 我是曠仔 我們下集影片繼續聊天